各位亲爱的家人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线上 一起来学习领受神的话语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段 《路加福音》21章第10节到11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 这是耶稣当时在预言末世的时候 耶稣讲的圣经啊 其实也是已经应验在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来看第10节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那圣经这里讲到说 在耶稣再来之前 进入到末世的时候 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那最近我们看到整个俄乌的战争 对吧 整个世界的动荡 那11节讲到说地要大大震动 前一阵子四川又发生地震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又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那在圣经我们看到 我们已经处在了 耶稣所说的这个预言 末世的末世的最后一战 这些事情会在我们这个世代 非常非常常见的 普遍的会发生 所以随着世界上发生的 所有的动荡和不稳定 我们处在一个 必须要相信我们的主 供应我们并保护我们的一个世代当中 我再说一次 我们在一个很特殊的季节和世代当中 我们必须要相信 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的 我们神是保护我们的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跟世人是不一样的 在黑暗当中上帝的聚光灯 是照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身上 相信你是有供应的 阿们 哈雷路亚 感谢主 我们不是活在惧怕当中 也不是活在忧郁当中 我们是活在信心当中 活在期待当中 我们等候耶稣再来 教会被提 我们会被提与主相遇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 不管这个局势怎么样 不管这个金融危机如何 不管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出现 但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有恩宠的 我们是神的孩子 感谢赞美主 那圣经上呢 记载了很多次的饥荒 而上帝的子民 在这些饥荒当中 总是不一样 上帝的子民 总是兴旺和发达 那我想跟大家来看一个例子啊 就是以撒在饥荒的时候 在遍地闹饥荒的时候 他仍然撒种 就是播种 那主呢 在饥荒之年 赐给他百倍的收成 我们来看两节经文 第一节经文 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 我来读圣经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以撒就往基拉尔去 到菲利斯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圣经这里记载说 在以撒的这个时代 当时正在闹饥荒 饥荒闹得非常非常的大 那创世纪呢 下一段经文 在二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 虽然在遍地饥荒 在饥荒那么严重的一个光景当中 以撒他是与众不同的 因为他是神的选民 他是由亚伯拉罕之约的 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来看十二节 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以撒在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别人都越来越萎缩 别人都处在这么严重的危机 危难当中 以撒圣经记载说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别人都越来越萎缩 别人都处在这么严重的危机 危难当中 可是他却昌大 日增月圣 成了大夫妇 弟兄姐妹 重点 以撒为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饥荒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 他能够与众不同 答案非常简单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换句话说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重点来了 今天我们所有因信称义 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旧约圣经 是以预表的形式 记载出现 而新约呢 是实体 旧约是隐藏的 新约是显明的 所以亚伯拉罕跟以撒 就是预表了今天 我们都是神的选民 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 感谢诈美主 所以圣经记载 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的人 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我们今天是神的后世 发生在以撒身上的人 都要发生在那些 相信因信称义的人的身上 发生在那些 完全相信恩典的那些人的身上 我们来看加勒太书 第三章二十九节 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 以撒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圣经说 我们属乎基督 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因信称义 就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 所以感谢扎美主 旧约的圣经 是以预表的形式 它记载 今天就是告诉我们 以撒身上所经历的 今天我们都可以经历 在饥荒之年 在动荡之年 在这个危难之年 发生在以撒身上的 这些美好的故事 今天都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这些美好的应许 都要成就在你的身上 好不好 回到创世纪 我们回到26章的12节到13节 我们要有一个画面感 这两节经文 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要相信啊 今年你会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会赐福给你 你就会怎么样 仓大 无论是你的灵性 还是你的外在 从里到外的 你会日增月盛 你会越来越丰盛 成为大富富 感谢扎美主 那有一个重点来了 圣经这里12节记载说 以撒在那地耕种 换句话说 在饥荒当中 他一直在撒种 跟我说在撒种 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承受祝福的 是承受应许的 但是他有一个行动 他透过什么 透过撒种 透过播种 他把种子 凭着信心撒下来 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 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这是启示性 预言性的信息 在现在这个大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金融的危机当中 在这样疫情肆虐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在不断的隔离封城的 这样寸步难行的一个状态当中 或者说在全世界 这样一个战争 带来那么大影响的一个世代 对姐妹 我们就处在这个饥荒 这个全地 那么糟糕的一种大环境当中 今天牧师要讲的重点就是 我们要学习上 以撒那样撒种 那这个撒的是什么种 我们用另外一节经文来解释 路加福音8章11节 在圣经里面 种子常常用来比喻成什么 神的道 神的话语 路加11节说 这比喻乃是这样 种子就是神的道 种子就是神的道 所以种子在圣经里面 就是预表神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就是神的道 换句话说 在饥荒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 你要学习持续地领受神的话语 你要把目光专注在神的话语上 你要学习神的话语 你要吃尽神的话语 你要不断地聆听 默想神的话语 这是我们今年的出路 这是我们处在这个 末后一站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 一个蒙福的管道 感谢赞美主 所以这堂课的信息呢 我的主题就是 经历神话语 全方面的祝福 弟姐妹 你的每一个方面 上帝要祝福你 虽然我们已经音信称义了 虽然我们已经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但是上帝要借着你 去领受祂的话语 去读祂的话语 去聆听祂的话语 去默想祂的话语 借着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们会从里到外的 方方面面的 经历上帝全方面的祝福 这是我在这个礼拜和下一堂 下个礼拜 可能会再下个礼拜 我会连续好几次 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 那今天呢 我大概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当我们开始 学习神的话语 开始领受神的话语 读经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哪些方面的祝福 上帝要祝福我们 是透过祂的话语 透过圣经的话语 那下一堂课呢 我会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如何正确地来读经 如何正确地来理解神的话语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方法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有一些基本的 一些解经的原则 我们不明白 所以我们读到一些圣经的时候 常常会把我们读得越来越困扰 恩典律法不分 旧约新约不分 以及读经的一些正确的角度 我们没有掌握住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但没有领受到 反而是读起来觉得很枯燥 反而是有些经文带给我们困惑 带给我们捆绑 以至于很多人就放弃了读经 所以下一堂课 我会来教导 如何正确地来理解圣经 那是下一堂课 那这一堂信息呢 我就是让大家在圣经 全面地我们要了解一下 上帝要祝福我们 是透过祂的话语 透过圣经的话语 我鼓励大家最好是准备一本 纸字的圣经 这样比较好 这样比较有仪式感 这样会让你更加地能够 预备你的心 能够更加容易地来捕捉到 上帝对你说话 虽然说我们的手机 用这个APP圣经 未读圣经也都很方便 但是如果有纸字的圣经呢 这样会更有仪式感 这样会给你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会更加正式端重一些 感谢赞美主 好 那上面呢 我今天要来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一点 你要将上帝的话语 视为你的食物和营养 那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有一句话说 人是铁 饭是钢 几顿不吃饿得慌 对不对 就拿我们人外在的身体来说 你一顿不吃可能没有感觉 两顿不吃你就有点饿了 如果你一天不吃 两天不吃 你走路就走不动了 然后你的身体就会脱水 就会出现状况 就会失去力量 对不对 你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 如果你在饿个三天 饿个七天 那身体的器官就会衰竭 最后如果超过七天以上 可能人的身体就会有什么 有危险 所以我们从外在来说 一个人的身体 如果没有食物和营养的补充 就会出现状况 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补充 我们也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会很严重 这个问题会从里面开始影响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外在 因为我们肉眼看见的物质界 是由灵界来决定的 所以神的话语是首先 影响你的里面 影响你的内在 影响你灵的生命 但你灵的生命 往好的方面 被神的话语供应 喂养的时候 外在就会彰显得越来越好 由内到外 往好的方向彰显 如果你的灵里面的生命 没有神的话语供应的时候 你就会处于什么 饥饿状态 处于脱水状态 处于什么萎缩状态 也会影响你外在物质界的 所有你看得见的一切 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 那我们先来看 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 圣经怎么说呢 这里说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我在这里有一个解释 这里说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原文是什么 上帝许可的模式 记住这个世界 所有的战争 天灾人祸 饥荒瘟疫 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而是某个角度说 是魔鬼的作为 上帝有时候也许可 允许它发生 所以圣经这里讲到说 在末后的世代 饥荒会降在地上 这个饥荒也包括什么 包括那些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包括战争 包括瘟疫 包括金融危机等等 各行各业都不景气 人心惶惶 这些会发生在末后的世代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然后圣经继续说 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其实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世代 也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代 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 不是人温饱的问题 得不到解决 现在谁没有饭吃的 这样已经很少了 对不对 我们常常说中国人 我们都感谢袁隆平 对不对 他这个杂交水道 养育了14亿的人 所以现在 中国已经没有人 在处在饥荒饥饿状态 所以这个饥荒饥饿 不是因为我们外在 没有馒头 没有饭吃 而是圣经讲到说什么 人饥饿 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这个饥荒饥饿 很多时候是我们里面 人的空虚 人的忧郁 人的恐慌 人的不安 人的压力 人的烦恼 人的这种暴躁 都是里面的问题 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末后的世代 因为缺乏神话语的供应 人们都会处在问题当中 处在饥荒当中 处在饥饿当中 我们来看下面有一段话 来 当今世界上许多人 沮丧和不安的原因 是他们内心饥饿 娱乐媒体和社交媒体 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 其实人的内心 有一种空虚感 在末后的世代 其实科技已经是 越来越发达了 对不对 这个通信娱乐媒体 也是越来越发达 现在你想看上电影 不一定像小时候一样 要跑到村门口 一年放几次电影 才能看到电影 也不像小时候 这个家里没有电视 可能一个村庄 只有一个人家里 特别有钱的万元户 他家里可能有个电视 端着小板凳去看电视 可能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对不对 现在甚至电视都不看了 我们拿出手机 就可以看到什么 最新的电影 对不对 拿出手机 就可以接收到 最新的娱乐的信息 八卦的信息 媒体的信息 尤其是这几年 我们刷抖音 就可以了解很多的资讯 所以请听好 人内心的空虚 没有办法透过娱乐媒体 和社交媒体 带来真正的满足 刷抖音会刺激你 会让你打发时间 看一些韩剧 看一些电视剧 电影 会让你带来短暂的快乐 但你内心真正的空虚 是没有办法 透过这些来满足的 这是人内心的一种饥饿感 那这些娱乐形式 可以刺激你的思想 但不能满足你的饥饿感 他们并没有真正为你提供 你正在寻找的东西 其实人的内心 圣经说得很清楚 不是靠着外在的食物吃饱 也不是靠着娱乐媒体 手机抖音能够满足我们 或者哪些娱乐的方式 游戏啊 或者等等 这些都不能够满足我们 这些短时间之内 能给你带来一点刺激和快感 但是短暂的快感刺激过后 又会让你活在空虚当中 所以人真正要寻找的是 从上帝那里来的满足感 上帝那里来的满足感 就是他的话语 所以呢 当人们的灵饥饿的时候 这种饥饿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 在生活中表现出来 比如暴躁 对不对 现在的人 节奏越来越快 很暴躁 对不对 稍微在路上走的时候 碰到别人就大发雷霆 我们常常会看到 对不对 为了一点最小的事 就大打出手 甚至可能最后酿成悲剧 人们都活在什么 暴躁当中 沮丧 你看到人们都是什么 开心的人很少 大部分人都是带着沮丧 忧郁 压力等等 这些都是因为缺乏 以上帝的话语为食物 而产生的饥饿 这是人内心的饥饿 所以这些饥饿 这些问题 由神的话语来解决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一节 阿摩士书第八章的这一节经文 圣经讲得很清楚 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是因为人缺乏神的话语 所以人会处在饥饿感当中 处在空虚当中 然后这个又会延伸出人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耶利米书十五章的十六节 这里说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使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圣经这里我们看到 当我们以上帝的话语为食物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真正从上帝那里来的喜乐 这种喜乐会带给我们健康 带给我们力量 会带给我们一切的改变 所以这里说你的言语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所以人真正的满足感 人的喜乐 解决我们内心所有问题的根源 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会带给你平安 带给你喜乐 这里说要把神的话语当食物吃了 所以我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吃饭 对不对 同样我们也是需要固定时间 有规律的来学习 来领受神的话语 来读经 来听神的话语 来听到 甚至是找出一些经文来学习 来默想 这个关乎到我们的内在 所以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健康和力量 我们看尼西米记八章的第十节 这里讲得很清楚 他说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是透过什么 透过神的话语 不是看一部喜剧片 喜剧片可能短暂的会让你开怀大笑一下 但那是短暂的刺激你 笑完了之后 看完了之后 内心还是空虚的 还是忧郁的 还是有压力的 只有神的话语带给你的那种满足感 那种喜乐感 是持续的 是长久的 是带给你里面真正的力量 所以简单说呢 我在这场课的第一点 我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个概念 我们的外在的身体是需要吃饭 能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在健康和有力量的状态 对不对 同样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内在需要将神的话语 视为我们的食物和营养 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内在 那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 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上帝的话语在你的低谷季节 他可以鼓励你 兼顾你和医治你 我们的人生一定会经历高山低谷的 神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在你低谷的季节当中 他要来鼓励你 兼顾你和医治你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 生命纪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这三节经文是在描述 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 上帝赐给他的产业 所以这是一幅丰富的一个图画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 今天在恩典之下 我们人生的写照也会是如此 那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七节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 有泉 有源 从三谷中流出水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和蜜 第九节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铜 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描述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 上帝希望我们的人生 就是这一幅美好的写照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七节 来看圣经啊 这里讲到上帝给我们人生 美好写照的时候 我们再来读一次第七节 我们留意一下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 有泉 有源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这里讲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地 不全是平原 对不对 不全是高山 也是有什么 三谷 什么叫三谷 高山那个山顶身很高的 对不对 然后最低的地方呢 那个叫什么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地 是有三谷的 不是全草原平原 也不是都一直都是很高的高原 而是有什么 有高有低 这叫什么 三谷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人生的写照 不可能永远在平顺当中 平原 一马平川 不可能永远都是平平稳稳的 有时候也会有波折的 我们人生也不可能一直处在 青藏高原 海拔很高 我们的灵性一直在巅峰的那个状态 不是的 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高有低 有平原 也会有曲折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 三谷指的是什么 三谷的季节指的是人生的低谷期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无论是你在教会服事 还是你在职场 在你一生的经历当中 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高峰 有高潮 对不对 也会有什么 有低谷 所以三谷的季节是指人生的低谷期 考验的季节 所以如果你正处在一些困难当中 正处在一些压力当中 正处在一些危机当中 正处在一些没有信心 没有盼望向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这就是三谷 当你经过一个三谷 换句话说 就是在一个试炼当中的时候 上帝会用从你所在的三谷中涌出的泉水 使你焕然一新 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好不好 再回顾一下这节经文 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 在基督里 但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三谷 对不对 有高峰 有低谷 会经历三谷 三谷中上帝会怎么来帮助我们呢 他说那地有河 有泉 有源 从三谷中流出水来 所以请听好 上帝会用从你所在的三谷中涌出的泉水 使你焕然一新 这里说从三谷中会流出水来 上帝会使这个水从三谷中流出来 使你焕然一新 那这个水指的是什么 我们用一节经文来解释好不好 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 这个水有时候也就是指的是神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所以在你低谷当中 什么来洁净你 什么来洗净你 什么来炼净你 什么使你重新有力量 就是水 水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道 我们来看以弗所第五章二十六节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忧郁对不对 很多的压力对不对 很多的难受 甚至是绝望对不对 甚至是自暴自弃对不对 那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灰尘 在我们的思维当中 在我们的里面 那上帝呢 他要让你在低谷的时候 他要借着他的话语 就是水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我们今天就是神的教会 对不对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教会聚会 我们就是神的教会 所以要借着水 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所以上帝要使他的话语 虽然你在低谷当中 他要借着他的话语 借着你读他的话语 借着圣经话语 你去看圣经的时候 上帝要洁净你 哈利路亚 要把那些灰尘 从你的里面奉耶稣的名 都要把他洗去 都要把他挪去 感谢赞美主 我在圣经里面看到 透过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上帝要使你看到耶稣 你可以从沮丧 或沮丧的季节当中 走出来 下面我要让大家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在路加福音24章 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 当时主耶稣在他复活的那一天 向他的两个门徒显现 就是在以马五十的路上 当时这两个人 在去以马五十的路上 你知道这两个门徒 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光景 他们因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极度的灰心 其实他们过去以为 耶稣来是要什么 是要来做王的 要来解放什么 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压制 所以他们的期待是 耶稣要来做王的 以色列人犹太人要什么 要获得自由的 可是没想到耶稣却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对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极度的灰心 然后对着空坟墓 最后找不到耶稣 他们又感到极度的什么 困惑 所以在他们绝望的时候 我再说一次 在他们非常绝望的时候 双手垂下来像丝瓜一样的时候 主耶稣亲自走进这两个门徒 并且开始在圣经中向他们解释 有关他自己的事 使这两个门徒在圣经当中 看到了耶稣他自己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这两个门徒心中开始充满了 深深的喜乐和平安 同样今天上帝的话语 要鼓励我们所有在三谷中的人 他要借着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你 建立你 提升你 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好不好 第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的27节 当时耶稣给他们讲上帝的话语 就是旧约圣经 因为当时没有新约 当时是旧约 耶稣透过旧约的这些章节 向他们介绍自己 使这两个人在旧约的这些章节中 看到了耶稣自己 我们来看27节 于是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所以主耶稣当时是带领这两个人 来看上帝的话语 来看旧约圣经 来我们看下一节经文 路加24章同样32节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弟兄姐妹 本来这两个门徒是极度的绝望 灰心困惑 对不对 甚至是都忧郁了 一末了 抑郁了 可是当他们 开始转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他们的心就开始火热起来 他们又开始深深的喜乐和平安 充满盼望 所以感谢炸美主 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操练 我也希望在下一堂课 我会更加细节的具体的来分享 我们要有一个操练什么呢 就是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祷告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先祷告 怎么祷告呢 就是说主耶稣啊 借着你的话语 我来到你的面前 其实我为什么 鼓励大家要有子字的圣经呢 因为当你拥有子字的圣经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仪式感 然后在你在看圣经之前呢 你要做一个祷告 当你做这个祷告呢 这样子有助于 让你的思想意念 意识到 主耶稣在与你同在 圣灵亲自在教导你 进入到祂的话语当中 所以我鼓励大家 有一个学习操练 就是当我们抽一点时间 哪怕是一天一次 或者两天一次 重点是你要定期的 翻翻你的圣经 翻圣经之前你要祷告 说主啊 我来到你的面前 其实当你这样祷告 就是在预备自己 就是让你的意识形态 都能够感受到 耶稣与你同在 圣灵在开启你 然后你还要祷告说 主啊 虽然我可能读的是旧约 虽然可能我读的这些章节 我不一定懂 但是我知道 圣经一切都是指向耶稣的 指向基督的 完工的 主啊 让我在你的话语当中 遇见你 对不起 每当你有这样的学习操练 每当你看圣经之前 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很容易有亮光 很容易就会有感动 很容易就会有瑞玛当下的话语 对你的心 对你的环境来说话 这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方式 感谢诈美主 哈雷路亚 阿们 阿们 下面有一段话 我们来看 如果你正处在 经历艰难时期当中 如果正在听这一篇信息的 弟兄姐妹 上帝知道你所有的问题 上帝知道你所有的难处 上帝知道你的光景 他知道你的季节 如果你正在一些艰难的环境 光景当中 正在三谷当中 在那个低谷的季节当中 请知道 从三谷深处会涌出泉水来解渴 这个水就是神的话语 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这个水 耶稣说什么 这个活水要到我这里来 我这里有活水 这个水就是神的话语 会带给你真正的答案 会解你的渴 今天如果你的三谷 是你面临的疾病 或者健康的状况 如果有人 你的问题是身体有状况 或者你所爱的家人 亲人身体健康 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那么你要知道 阅读上帝的话语 你的健康医治 在神的话语当中 你的健康的供应 是从神的话语来的 好不好 你除了方言祷告 除了吃圣餐之外 你要重视上帝的话语 这是我们祝福的源头 过去在这方面 牧师讲的也比较少 但是这两个礼拜 我会特别把大家 往这个方面带 圣灵也带领我自己 要开始重新专注在 上帝的话语当中 虽然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暂时不能够大的聚会 但是我感受到上帝是 要让这段时间 让我继续地去研读 去专研神的话语 继续地预备自己 为将来这个开放的 大复兴来做预备 感谢赞美主 所以请听好 无论你的三股是什么 如果是疾病 健康出了一些状况 那么你要知道 上帝的话语 可以医治你的身体 医治你家人的身体 感谢赞美主 阿们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话 许多人忽视了阅读神话语 对身体的益处 而只关注精神 情感和心灵上的益处 当然 我绝对相信说 神的话语 首先带给我们是精神 对不对 情感 心灵上的更新 神的话语 更新我们的魂 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对 那是内在的 但是今天我还要告诉你说 不要忽略了 阅读神的话语 也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益处产生直接的影响 你的身体上帝非常看重 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电 当你在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对你身体的健康会直接产生影响 我再说一次 阿们 阿们 过去可能我们这方面听的比较少 我们相信领受圣餐是吃下健康 对不对 抹油是什么 领受健康 可能我们也相信说 方言祷告 就是释放我身体的免疫能力 加强我的免疫能力 方言祷告会影响我的健康 今天我要告诉你 当你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也关系到你的健康 所以当你身体软弱的时候 你要更多的时间去看神的话语 当然如何正确的来理解圣经 如何正确的来阅读神的话语 我会在下一堂课会分享 那今天我只是让你知道说 单单阅读神的话语 看圣经就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状况 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极大的益处 上帝的话语带给你 医治健康和长寿 我相信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都盼望我们是健康的 对不对 我们渴望我们日子满足 对不对 不要因年早逝 我们要日子满足 我们要行完上帝 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和命定 对不对 我们要行完上帝 要我们行的路程 我们的人生要走完上帝 给我们计划的那个美好的计划 都要去完成 对不对 像保罗说的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 索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然后我才来见耶稣的面 所以我们不要因年早逝 我们要为主而活 日子满足 完成上帝 在我们神秘中所有的计划 让我们的人生行完 主要我们行的路程 感谢赞美主 那上帝的话语会带给你 直接的医治健康和长寿 直接影响你的外灾 我再说一次 当你读经的时候 会直接影响你的外灾 对不对 当你有这个启示的时候 会增加你读经的动力 当你有这个启示的时候 你在读经的时候 就会带着这种期待 而你就会这样的领受 阿们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真理 告诉你这个真相 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几处经文 真言书四章第十节 这里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 我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延年益寿 圣经这里白纸黑字 讲得非常清楚 当我们来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阅读圣经的时候 就必 必就是什么 百分百的 延年益寿 我再说一次 延年益寿 圣经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花时间 在上帝的话语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增加在地上的寿命 弟兄姐妹 你吃保健品 不见得就能给你带来长寿 当你不断地读经的时候 会延长你在地上的寿命 上帝希望我们享受长寿 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 将我们从上帝那里学到的 领受的 将我们的知识 见识 属灵的这些真理 传递给下一代 感谢赞美主 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 同样 诗篇91篇16节说 我要使他主想长寿 上帝为什么 他希望你长寿 因为当你日子长久的时候 你就可以将神的救恩 什么 更多的传扬出去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就是说 当你日子长久 活在地上活得长久 就是你会把你 从神来的那个启示 对主耶稣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 会传给 更多的传给你身边的人 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上帝要你在地上 日子长久 就是将神的救恩 更多的什么 传扬出去 关于神的 述说神的事迹 述说神的美好 述说 耶稣基督 一切的美好 一切的美善 你可以更多的来述说 你会把这个知识 把这些智慧 更多的分享给下一代 分享给更多的人 使更多的人得益处 感谢主 这是上帝使我们长寿的目的 那同样我们继续来看 真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刚才这节经文 前面我们说过 圣经直接白纸黑字的告诉你说 当你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会带来延年异首 那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 这里讲得更加清楚 我们来看 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测听我的话语 就是圣经神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纯迹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 这个他指的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语 圣经神的话语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弟兄姐妹这里讲得很清楚 神的话语会使你什么 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你的心灵会得到释放 你会从抑郁里面得到释放 从压力里面得到什么 舒缓 对不对 你会从暴躁里面 你的性情会被转变 神的话语不只是改变你的内在 也包括你外在的身体 这里说是一全体 我再说一次 过去我们都相信说 神的话语会影响我们的内在 对 非常对 很好 但是还不够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强调 这周和下一周 我们要强调神的话语 阅读神的话语 会带给你身体直接的健康 会带给你身体外在的改善 会使你延年益寿 会使你青春永驻 会使你如阴返劳还统 好不好 这是很重要的启示 亲爱的众姐妹 那二十节这里说 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测听我的话语 这个也包括听牧师的讲道 因为牧师的讲道是在讲什么 圣经神的话语 除了听牧师的讲道 也包括听什么 听 如果现在科技发达 如果你的手机能够播放圣经 我觉得你可以听听也挺好的 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播放圣经 我很多时候 我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让手机发出声音 如果家人在身边 我会戴上耳机 如果自己的话 不影响别人的时候 可以放声音 听着听着你就入睡了 在梦里你也在领受神的话语 你醒过来的时候 神的话语还在你的耳边 真的是神的话语就一直在你的耳边徘徊 对不对 不要每天去听那些八卦新闻 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听神的话语 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 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感谢炸美主 所以我鼓励你真的 听圣经可以有一些版本 就是读经的那些软件 你可以拿出手机 现在高科技也是上帝 借着高科技更好的来祝福我们 上帝使科技发达 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我们得益处 对不对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那也包括听牧师的讲道 不要只是听一遍 你要持续的听 持续的听 持续的听 你的信心就持续的增长 持续的增长 听牧师的声音入睡 醒过来的时候 他还在讲 对不对 然后你继续睡 感谢赞美主 哈雷路亚 弟兄姐妹 听到手机没电为止 哈雷路亚 阿闷 这会使你得了 一全体的良药 我首先可以肯定的 你的失眠症状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听小明牧师讲道 你可以是吗 治好你的失眠 弟兄姐妹 有个阿姨跟我说 小明牧师 我真的感谢你 她说 哎呦 我睡不着觉 我一听你的讲道 我就想睡 我说 感谢主 你深深的伤害了我 但我还是感到很欣慰 至少你也得了医治吧 总归有一个得医治吧 失眠得医治 也是挺好的对不对 我说你下次就不要告诉我这个了 好不好 不要拿你的快乐 建立在我的痛苦身上 开开玩笑 幽默一下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总结一下 神的话语 会带给你身体 直接的医治 阅读神的话语 聆听神的话语 那我继续要来讲 第四 上帝的话语 黑暗中带给你亮光 我说过 我们正处在一个末后的世代 真言书四章十八节 其实这节经文 就是预言我们今天这个世代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遭越明 直到日午 黎明之前 是有最大的黑暗 真的 亲爱的兄姐妹 我活了几十岁了 我三十多岁了 我第一次看到战争 那么大的战争 而且是核威胁 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世代 所以这个世界 真的是越来越黑暗了 疫情你看影响了 这个世界三年 对不对 经济真的是很不景气 我从来在我懂事开始 从来没有经历过 如此行走不方便 到哪里都是核酸二维码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处在 主再来之前 最大的黑暗当中 但是感谢主一人的路 就是你我的道路 我们跟世人不一样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不是活在恐惧中 我们是活在信心 和喜乐当中 所以说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上帝给一人 就是你我 今天在恩典之下 感谢主我们是一人 上帝要照明我们的道路 哪怕是在这个全世界 如此黑暗的一个 一个世代当中 我们是有亮光的 我们的亮光来自哪里 来自于神的话语 诗篇119篇105节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弟兄姐妹 人行夜路的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手电筒 对不对 在古代行夜路的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火的一个灯笼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亮光的话 没有这个灯的话 就会怎么样 脚会踩空了 对不对 石头会把人绊倒了 甚至会摔倒了 会摔在坑里了 没有办法继续前行 在漆黑的夜里 如果没有灯光的话 你没有办法前行的 你是走不动的 上帝知道我们处在这个特殊的世代 真的上帝把一切的答案放在他的话语当中 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鼓励 每当我们迷茫的时候 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方向 每当我们没有力量 遇到各种挑战的时候 神的话语总是解决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 圣经说 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感谢主 在黑暗当中 靠着什么来照亮 是神的话语 不是新闻媒体 不是找一个算命的 而是神的话语 它是我们的出路 是我们的光 是我们的灯 感谢主 那同样 诗篇119篇这里讲到 130节说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当我们有时候迷茫的时候 真的 你要借着阅读 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 你花点时间在神的话语上 其实很多时候圣灵很想对你说话 但是你从来不翻圣经 圣灵没有办法 它没有材料来帮助你 所以神借着我们说话的方式 我再说一次 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 绝大部分是借着圣经的话语 对吧 极少数情况下 我相信 神会给你一梦一项 启示预言 这些我不反对 但99%的情况下 是借着圣经神的话语 如果你从来不翻圣经 上帝对你说 孩子啊 我很想对你说话 但是没有办法呀 你圣经不看呀 圣灵就无法来启示你 圣灵没有材料啊 圣灵需要借着 你的家里的这本圣经 它给你感动 给你亮光 来为你答疑解惑 为你前面的道路 为你开通达的道路 使你有方向 使你有答案 是借着祂的话语 那最后一点 我继续要讲 上帝的话语 带给你智慧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 在这个俄语我诈的世代 对不对 在这个人心比万物更诡诈的这个世代 不管是在这个世界 还是在教会当中 其实在教会当中 你也需要有神来的智慧 对不对 有人说 教会里还有问题吗 记住啊 教会里是神同在的地方 但是也是魔鬼攻击 最厉害的地方 对吧 那世人反正都在魔鬼之下 魔鬼也不愿意理他 对不对 那教会里也会有魔鬼的攻击 所以我要重点告诉你说 教会也是一群不完美的人 处在一起 肯定会有各样的问题 那重点是你要积极的 看积极的一面 不管是在世界 还是在教会 我们都需要得着 从神来的智慧 跟人相处 那这个智慧 超自然的智慧 智慧不是聪明 不是知识 智慧是从神来的 这个智慧是哪里来 上帝透过什么来给你 透过神的话语 你常常读圣经的人 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有从神来的智慧 你的智慧都会被提升 不要再怨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 智慧在什么 圣经里 在神的话语里 好不好 很重要 我让大家来看一节经文 诗篇 十九篇第七节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这个律法指的是 我们整本圣经 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 指的是神全备的话语 神的话语能怎么样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你常常觉得自己受骗 你常常觉得自己 智商不够 你常常觉得自己 不够聪明 你常常觉得自己 很愚笨 吃很多亏 神的话语会加征你的智慧 感谢主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弟兄姐妹 这个智慧 最高的智慧 是来自于圣经 最高的智慧 不是孙子兵法 不是什么什么 哪一本世界上的经书 不是孔子的话 也不是孟子的话 不是老子的话 最高的智慧 是圣经 神的话语 当你不断地阅读 神的话语 你常常一天 读一章读两章 看一看 你的智慧 就会一直在增加 我在下面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好不好 第一个例子 比如说 《正言书》第十章十九节 我觉得这个圣经的话语 就非常有智慧 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 你要记住这一节经文 能让你免吃很多的亏 甚至是给你加分 在职场上 记得 他说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静止嘴唇 是有智慧 圣经很简单 很多人都会 但是你要把这节经文 真正的运用起来 就是最大的智慧 其实很多时候 尤其是跟陌生人相处 或者在一些陌生的局 你少说话 反而是一种最高的智慧 其实你话说多了 你的底细漏了 人家可能想害你 对吧 你说的太多了 人家可能轻视你 你说的太多了 人家可能会对你有偏见 有想法 很多时候你不说 以前有一句古话 也是这么讲的 但这个古话 我认为也是 起源于圣经 他说其实很多时候 你什么都不要说 人家反而是什么 敬重你 尊重你 就像我 我从来不介绍我的学历 所以人家以为 我都是清华北大的 我一说 说多了 我当年初中都没上好 哎呦 弟兄姐妹 我讲到人家都不要听了 比我文化低多了 我要听他说 所以我不说 他觉得我可能是博士 对吧 可能是至少硕士研究生 对不对 说多了 人家就觉得 哎 你怎么学历那么差的 哎呀 那我还听你讲什么 不如我自己看圣经 他就会轻视你 藐视你 同样一个人 也是一样啊 你话说多了 你说你自己很有钱 你的底牌漏了 人家就会向你借钱 人家可能会坑你了 对吧 人家可能会骗你 会搞你了 捞你的钱了 你说我很穷的 哎呦 人家又轻视你了 你说自己没钱 人家瞧不起你 你说你自己有钱 人家可能打你的钱的主意 虽然很多时候 圣经真的是智慧 不该说的不说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静止嘴唇是有智慧 其实有时候 社交人际关系真的 说该说的话 尽量少一点 有时候反而是一种 最大的智慧 这个圣经就这么 简单的一句话 可是当我们去误 这节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我们生活 最大的智慧 这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 最大的智慧 就是废话少说 不要那么八卦 讲重点 或者没有话说 就少说 不要说 一个微笑就可以了 对吧 感谢主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圣经真的是智慧 真言书17章的18节 这是说 在灵神面前 鸡掌作宝 乃是无知的人 我在生活中 遇到很多的人 包括基督徒 为什么寸步难行 为什么经济会 家里的财务状况 会到了如此的地步 都是为人担保 如果你正在听这句话 我要鼓励你 牧师不是给你定罪 而是告诉你说 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 为人家担保 就是无知的人 我早就没有看到这节经文 其实圣经早就说了 亲爱的伦姐妹 当然如果你因为 为着别人担保 你现在处于一些困境当中 你也不要感到定罪 已经发生了 就发生了 你还是要靠着信心向前走 神的恩典会帮助你的 但是我今天这节经文 是对那些 还没有经历这些事情的人 你看圣经怎么说 他说 在灵神面前 击掌作保 乃是无知的人 就是为人家担保呀 人家去贷款 那我给他签字 这叫担保 对不对 或者拿我的房子去抵押 这叫担保 企业跟企业之间相互担保 这叫担保 担保圣经早在几千年前就说了 乃是无知的人 意思说 这个是无知的人 是愚蠢的人 是最没有智慧的人 那下一节经文 同样继续说什么 正言22章26节 不要与人击掌 不要为欠债的作保 为什么圣经告诉你不要 因为最后 为人家担保 基本上都会出事 迟早出事 这一次不出事 下一次也会出事 很多人其实本身 自己经济状况不错的 或者自己的生意企业 也做得可以的 就是因为担保 最后就什么 就万劫不复了 就陷入到这个循环捆绑当中 然后那个人逃掉了 然后这个钱需要什么 需要你来还了 所以亲爱的众姐妹 我没有时间了 其实还有很多圣经的经文 都是智慧 所以当你读一些真言书 读一些诗篇 你去看 看一些圣经上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真的就是最高的智慧 其实我在大卫的 一个经历当中 大卫说了一句话 我有一天去默想 我觉得这真的是 最高的智慧 当大卫竖点名书之后 上帝给他三个摘 让他选择 大卫选择了什么 他说 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耶和华是什么 蛮有慈爱怜悯 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其实这句话 哇这句话 真的也是个 很大的启发和智慧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人不会放过你 哪怕是上帝原谅你了 上帝赦免你了 人都不一定原谅你 人都不一定放过你 圣经讲了 真的 以前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没有感觉 其实你真正去想一下 你会发现生活中 很多的答案 圣经都会给你解答 圣经把人性剖析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圣经说什么 人性比万物更诡诈 很多人说我怕鬼 其实鬼不要怕 你要怕的是人 对吧 这是幽默一下 我真的有时间了 真的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圣经里面记载一些 很有意思的 圣经里面 你看它记载了一个故事 但你仔细去分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会把各种的人性的一面 都显露出来 圣经说日光之下 没有新鲜事 圣经记载这些 把这些事例都记下来 就是让你从中学习 得到智慧 让你看清这个世界 让你不断地来 单单地仰望耶稣基督 感谢主 亲爱的众姐妹 那这一堂课的信息呢 我就到这边 我就讲五点 就是简简单单 阅读神的话语 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就会给我们带来 那么多的祝福和出路 尤其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 在这个特殊的世代 尤其是你正处在 人生低谷当中 牧师要告诉你 神的话语 就是读经 再加上听一些道 它是你的出路 好不好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析节 上帝祝福大家 下一堂课很重要哦 一定要跟上哦 上帝祝福大家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